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在Spring Boot当中如何整合Angla GX Angla GX属于前端的技术 所以说呢我们要结合着具体的数据库操作来使用一下 这里呢我们使用的数据库是MySQL数据库 然后呢使用GDPC template来操作数据库 模板引擎使用的是SemiLife 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把这些依赖添加到工程当中 我这呢有一个事先创建好的工程啊 OK这个Web已经依赖已经加上了 那么这里边我们要操作数据库 所以说这个和数据库连接的配置 以及这个这个什么模板引擎啊的配置 我们要放到全局配置文件当中 创建全局配置文件 Application Properties 把这个拿回来 这是SemiLife这个模板的啊 模板我们还是放在这个Templates下 嗯 扩展名呢是HMO 这是咱们连接数据库的配置啊 数据库呢用的是DBE 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数据库这一端 我们使用DBE这个数据库中的这个order表啊 这里面有一个订单表 这里面包括订单ID 订单编号 订下单时间 还有就是订单数量 我们结合着这个表啊 来实现相应的增删改查的操作 那么这里边我们首先要创建这个POGO 对应这个订单表的这个实体类啊 创建一下包 POGO 这个呢 咱们大家都会啊 所以说呢 我就直接 把事先准备好的这个啊 订单ID啊 这个是编号 这个是下单时间 这个是订单数量 再来咱们创建DEO 嗯 这个DEO呢 我也事先行好了 把它拿过来 这个里边呢 有查找所有订单 然后呢 根据ID查找订单 添加订单 修改订单 删除订单啊 这么五个功能 接下来具体的实现类 咱们是用GDBC Template的 MPL PO的实现类 嗯 我们拿过来 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啊 这些 用GDBC Template啊 把每一个功能啊 实现一下 嗯 色列自成呢 咱们就不写了 接下来咱们写Controller Controller呢 我们对应这些功能啊 都要调用一下 所以说 我把这个Controller 也拿过来 这是对应这个 那么我们最终使用的这个页面啊 因为咱们用的是 SemiLeaf这个模板 所以说我在Resource下创建 Timeplace 文件夹 把这个页面 咱们也拿过来 放在这个下面 那么也就是在页面上是吧 前端的 我们先引入Angela GS 在这儿引入一下Angela GS 然后在这里边 我们使用Angela GS 这个前端技术 实现了 添加 编辑 删除 以及保存 这些功能 还有获取数据 这些我们都是用Angela GS来实现的 下面呢 就是相应的HML OK 那么关键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页面上使用的是Angela GS 那我们要想访问这个 这个是首页 是不是 我们要首先显示这个首页的话 我们应该在Controller里边 写一个 写一个功能 是不是 最终转到这个index.html 这个 这个页面去 那最后别忘了 启动类当中 我们要进行扫描 这样就都 这个啊 就都扫描到了 所以下面咱们启动一下 那我们应该访问 先显示首页是吧 那么这个 访问路径就是个斜杠 好了 那么 咱们打开浏览器 访问一下 直接斜杠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那个页面啊 那个页面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如果点击添加的话 是吧 点击添加 它这就会出现 这个一个静态的数据 静态的数据 这是以前表中存在的数据啊 因为我这个是 之前数据库中有一条 要有一个订单 所以说它这啊 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比如说 我把这改一下 是吧 12月22 订单数量 200 是吧 然后我点击保存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下边列表 里边就出现了 那么这个案例呢 就是 我们重点就是 这个 这些功能啊 我们前段页面上的 这些功能 都是通过 安格拉GS 就很方便的实现了 这个呢 就是 这个 在SpringBoot当中 怎么整合 安格拉GS 这一讲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 咱们就讲到这里